嗨,我們英語新聞報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藉由Toni去模型維持呢,在台中市的 信安動物醫院,你看這隻狗狗 Hello, nice to see you What's your name? Can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can 這麼可愛的狗狗呢,當然有一個很美麗的主人 我們來看一下主人在這兒 姑娘,妳好 歡迎來到這兒了,妳好 怎麼會帶狗狗來到我們這裡呢? 牠來治療 喔,來治療是不是 妳們告訴我們,牠叫什麼名字 牠叫弟弟 叫弟弟啊,所以牠是男生就對了 哇,弟弟 那治療哪方面的呢? 治療什麼? 牠就是出去玩的時候,有被那個跳蚤咬到 喔,有被跳蚤咬到,出去玩是不是 哇,真的喔 那你養牠養了多久了? 快兩年了 快兩年 兩年前是什麼狀況會養到弟弟呢? 是有朋友的小孩生的狀況 喔,就把牠帶回來養就對了 對 那妳現在家裡除了妳之外還有誰呢? 就是我們家人啊,爸爸還有妹妹 喔,真的喔? 對啊 那牠們對妳剛開始養寵物的看法如何? 一開始不太同意 反對 啊現在呢? 相當同意了吧 比妳還要愛 真的 喔,比妳還要愛喔 是怎麼樣可以做這樣的大的改變呢? 為什麼? 就是相處久了,都會有感情 相處久了,都會有感情 相處久了,有感情喔 對啊,而且牠現在是我們家最小的一份子 喔,也是一份子 而且最小的喔 比較像是蟲蟲那種感覺 真的,已經把它當成是家裡的一份子了喔 那你們描述一下,弟弟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比較特別的喔 嗯 牠不會亂叫啊 不亂叫就對了 對啊,很乖 喔,非常的乖 平時妳給弟弟吃什麼東西? 飼料 飼料 對,還有一些水煮的青菜 喔,水煮的青菜 對啊 好營養喔 對啊,一些水果啊 牠也吃水果喔 牠吃什麼水果 吃巴勒 巴勒 還有蘋果 還有蘋果 這兩個比較多 牠喜歡吃 那像水煮的蔬菜,誰幫牠煮的呢? 媽媽 媽媽又對了 喔 那平時洗澡都是誰幫牠洗 洗澡 大部分是我幫牠洗 妳自己親自幫牠洗喔 對啊 可是就是會固定 差不多一兩禮拜就是去美容站 喔,也要做個美容Spa 當然 為什麼當然 怎麼那麼好秘 為什麼 牠喜歡美容Spa嗎? 牠不太喜歡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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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水就對了 對啊 因為牠眼睛可能會弄到或什麼都不舒服 了解 那請問喔 您在照顧弟弟覺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呢? 只有一開始 牠會亂大小便 喔,那妳現在已經把牠控制好了嗎? 大便小便都控制好了嗎? 我們時候會失去空氣 喔 牠會不會上妳的床呢? 牠跟我們一起睡啊 跟你們一起睡 睡在一個床上 對啊 好幸福喔 弟弟 我們在讓我們全國一百多萬的觀眾朋友看一下 你可以跟我們這位美女睡在一起 是不是那麼的幸福的感覺 真的是睡在一起喔 真的啊 那就請時間會一樣嗎? 妳平時都什麼時候睡覺 12點左右 啊妳什麼時候起床 6點 那牠也是這個時間就對了 那妳在睡覺的時候會不會怕 這個壓到牠 不會,牠會自己閃啊 真的啊 就是聰明的 那有時候牠在床上會不會 就是剛好尿尿在床上 有沒有這種情況 不會 從來沒有過 從來沒有在我的房間裡面 喔從來沒有 那如果哪一天牠這樣子妳會怎麼樣 我應該 不會啦,我想想不會 對牠有信心就對了 牠怎麼講 了解 其實我們人類跟寵物之間喔 其實這種感覺很微妙喔 對 妳覺得牠給妳的多還是妳給牠的多了 真心話 牠給我多 妳這樣一個月在牠身上 大概要發多少金錢 金錢倒還好 嗯 嗯 差不多幾千塊而已 就幾千塊而已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妳自己一個月花多少 花在妳身上 比較多一點 有多了一點啦齁 是幾千塊而已 但是妳覺得牠給妳比較多 為什麼呢 陪伴啊 陪伴妳就對了 那如果換別隻呢 妳覺得如果今天不是牠 換一隻來陪妳 妳會覺得有不一樣的感覺嗎 會想交換嗎 跟人家換 不會想要交換 還是要弟弟就對了 真的 好的 那請問一下 像妳這位美的姑娘 現在有男朋友了嗎 有嗎 沒有 會想交另外一半嗎 來陪伴妳 取代弟弟的地位 現在還好 還好喔 那如果哪一天妳有另外一半 但是妳的另外一半 在妳跟弟弟之間 只能夠選一個 在她跟弟弟之間 妳會選哪一個 如果她不能接受弟弟呢 那妳怎麼辦 我會想盡辦法讓她接受 要想辦法 一定要讓弟弟陪著妳 就對了 好棒喔 那最後的話 這麼多動物醫院 怎麼會選擇我們 新安動物醫院呢 為什麼知道這邊 鄰居推薦 是鄰居推薦 特別都在這邊看 而且每次來都要排很久嘛 真的 這願意等待就對了 我等很久了 真的 哎呦辛苦了 但也很感動啊 但是為了弟弟對不對 給她找最好的醫生 總是值得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也再次謝謝呢 林貴姓 新安 楊小姐 接受記得唐妮萱的採訪報導 也謝謝弟弟喔 弟弟 你好 再看個特寫 欸她的那個舌頭 怎麼會那麼紅啊 好像給她抹菸汁欸 對啊 真的很紅嫩 畫面看起來挺可愛的 對啊 妳一定要看喔 好不好 看妳們兩個人有沒有這個 叫什麼臉 哈哈 大家都說我們長得很像 真的 我不該講這樣 但是的確是 真的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的主人 齁 再看我們的寵物 是不是 真的很像的感覺 好 也謝謝妳的愛心 謝謝妳的時間 祝福妳們 永遠的保持 好的關係 她算是妳的誰 兒子嗎還是弟弟 你把她當成 媽媽 當成弟弟就對了 因為我媽媽說她不想要打阿嬤 太老了 我了解 所以當成妳的弟弟 好 祝福妳們 親情永存 拜拜